随后的几天,我的同事们在石屋村开始了就地采访和采风活动,而我时刻记住了马书记安排给我的特殊任务,虽然我自己已经比较了解扶贫工作组的情况,但是还是入户谈心,了解这段时间扶贫组的状况。 老兴老李对我的行踪很感兴趣,因为我是在采访宣传他们俩的光辉业绩,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辅助。 我不能和任何人说我要干什么,我只是默默地进行着。 我了解情况很仔细,很具体,时间,地点,人物都记载得很详细。 咱们这笔杆子呀,看来要大力宣传宣传咱们了,咱们的报纸上说不定很快就会出现咱们的名字了。 老李笑呵呵地跟着老兴说的,自从江主任下了山,就靠不到扶贫日记了,这一回又有了。 老兴看了看老李,没有说话,我看了看老李,笑了一下,也没说话。 每日傍晚,我忙完手头的活,都会不由自主地来到那一块我无数次端坐,无数次遐想的岩石边。 像过去的一年那样,眺望着天边最后一抹晚霞,眺望着夕阳下,带色的连绵群山。 像过去一样,我不由又想起了柳月,想起了远方的我曾经拥有,至今仍然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的女人。 想起了那过去的美好时光,想起了那曾经的泪化欢心,想起了那刻骨铭心的海誓山盟,想起了那凄苦忧郁的眼睛。 在这熟悉的大山里,在这熟悉的岩石边,看着这熟悉的落日晚霞,我的心振振地悸动。 我的情,波涛汹涌,我的爱绵绵无尽,我的愁苦苦相随,我的悲从心生。 人生就是命运,人生就是缘分。 人海茫茫,随波逐流,悲也好,喜也好,都是命中注定的吧。 我这样常常地想着,眼睛不由潮湿了。 有时候王老师会过来,和我一起坐在这个岩池上,向我讲述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讲述十五小学的美好前景,讲述他要把孩子们培养成才的决心和意志, 讲述他现在这个完整的家庭发生的平凡而幸福的生活。 什么是幸福? 对我来说,平凡和平静,还有安宁,是最大的幸福。 王老师和我一样,眺望着远山即将下坠的红红的太阳, 喃喃地说着。 我被震动了, 专脸看着王老师那微微驼背的身体, 还有古铜色布满的皱纹, 和年龄极不相称的脸, 突然悟到了什么。 一周后,活动结束, 在石屋村乡亲们和学校孩子们的列队欢送中, 我们和大家一一惜别, 离开石屋村,离开我扎根一年的大山。 江叔叔,你什么时候再来啊? 王老师的女儿, 位移在妈妈的怀里, 拉着我的手, 眼里充盈着泪水。 我望着孩子天真而充满希望的脸, 轻轻抚摸着孩子扎得很漂亮的两个小辫, 这一定是妈妈给扎的。 自从妈妈回来, 孩子就告别了蓬头勾面, 衣服杂乱的时代。 有妈妈, 多好啊。 我突然想起了妮妮, 想起了呼喊着要找妈妈的妮妮, 我的眼睛又一次潮湿了, 拍了拍孩子的脸蛋。 好孩子, 叔叔有时间还会回来看你们的, 给你们买好看的图书, 还有学习用具。 王老师的女儿点了点头, 伸手抹了一把眼泪, 我有些受不了了, 挤不上了车。 车子出发的时候, 我看见, 车旁挥手松轻的孩子们, 个个都是泪光点点。 王老师边挥着手笑着告别, 另一只手, 却是在抹着眼角。 我呼出了一口气转过脸去, 看着车的另一侧, 看着另一侧绵绵的群山。 回到江海, 我用着一个夜晚的时间, 写完了马书记交代给我的特殊使命, 第二天一上班, 就把他打印好的报告, 递交给了马书记。 在我的调研报告里, 全部都是实事求是的扶贫工作组的感人事迹, 而这些感人事迹, 来自于我的亲眼所见和所闻, 来自于石屋村老百姓的亲口叙述, 来自于老姓的实感和豪爽, 来自于村干部的交口称赛。 我不想多琢磨马书记交给我这个任务的用意, 我只想凭着一个人做人的基本良心和原则, 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不能让自己问心有愧。 在马书记办公室, 我站在马书记办公桌的对面, 马书记低头在看着我的调研报告。 马书记看了大约有十分钟, 抬起头看着我, 眼神有些闪烁。 这报告的内容都是你亲自调查的? 是。 我毕恭毕敬地回答。 没有告诉别人是我特意安排你的任务吧? 没有。 嗯。 马书记出了一口气, 将报告收了起来, 放到了文件夹里, 看着我, 点了点头, 突然笑了一下。 小江啊, 你知道我让你搞这个报告是什么用意吗? 知道, 马书记是要全面了解扶贫工作组, 最真实, 最详实, 最具体的工作和作风情况, 掌握扶贫人员的第一手作风资料。 我痛快地回答道, 哦, 马书记沉浸了一下又笑了。 不错, 是这样。 好了, 我知道了, 你回去忙吧。 我其实这一会儿心里很是紧张, 听马书记一说, 如蒙大舍, 忙出了马书记的办公室。 其实我是不傻的, 我似乎能猜到马书记的真实用意, 我想马书记今天估计是有点失望, 一是失望于我的报告的内容, 二是失望于我的愚钝和智能。 我竟然不能心领神会地理解他的意图, 作为一个身居高位的领导, 他是不可能对我这个只有上下级关系, 没有私人密交的下属, 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的, 只能让我去议会, 偏偏呢, 我没有议会到。 我知道, 如果我真的贯彻了马书记含混晦涩的意图, 我就得出卖自己的良心, 老星就要说不定什么时候到更大的美。 这个老星现在已经够惨了, 我不能干出这种落井下石的事情, 即使老星到现在还对我有误解。 回到办公室, 我召开了部室全体人员会议, 部署将开始的试两会的采访事宜。 一年一度的试两会, 是报社, 也是记者部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我的计划是将人员分成两组, 我带三名记者采访人大会议, 陈静带三名记者采访政协会议。 不知不觉中, 陈静在记者部的地位已经慢慢地凸显, 这一是因为陈静的能力和人员, 二是因为陈静在我们近山这几天独当一面, 独立处理了不少的业务, 得到了锻炼, 得到了认可。 我公布了分组计划方案, 大家都表示没有什么意义, 陈静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表示绝对的服从。 在大场合上, 陈静从来不会和我对抗的, 从来都是百分之百的服从。 陈静不论是从家庭环境, 还是工作成长, 都决定了他是一个见过场面的人。 做记者, 一大好处就是能锻炼人, 在内向而腼腆的人, 干上三个月的记者, 保证能上的厅堂, 保证能落落大方, 随处侃侃而谈。 确实, 记者接触的人和乎太多了, 上至高官, 下至平民百姓, 三教九流无所不教。 对处处茅庐的年轻人来说, 实在是一个锻炼的绝佳岗位。 刚安排完事情, 大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报社危机室的工作人员进来, 对我说道, 江主任, 给你们办公室的电脑都拉了过来了, 现在可以安装吗? 大家一听, 哟, 这是要换新电脑啊, 都很兴奋。 好啊, 装。 我说道, 心里在啄吧, 怎么样能保住我那台旧电脑呢? 工作人员开始往办公室里搬电脑, 大家激动地开始收拾各自的办公桌了。 咦, 怎么就七台电脑啊, 我们是八个人呢? 陈静数了数, 问工作人员, 少了一台啊。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了, 办公室给分配的数量, 我们只是负责安装, 别的不过问的。 这每个办公室的数字, 都是刘主任亲自确定的。 其有此理, 八个人给七台电脑, 这不是让我们起内红蒸电脑吗? 剩下谁都不会好看啊? 我找刘主任问问。 陈静说着, 摸起了内部电话就打, 我本想阻拦, 又停了下来。 我想听听刘飞如何给陈静解释。 刘主任, 我是陈静, 我们八个人怎么七台电脑, 你这不是诚心让我们分赃不均吗? 陈静上来就直奔主题, 刘飞的声音在内部电话里比较大, 我站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 总编室新来了一个编辑, 这样电脑就不够用了, 你们委屈一下吧。 陈静一听傻言了, 放下了电话。 怎么会这样? 咱们总不能和总编室去抢吧? 我听了, 心里却突然舒坦了起来。 那, 江主任, 你看这电脑怎么安了? 工作人员看着我。 您是主任, 新电脑是一定要有的, 其他的人怎么安排, 您定吗? 一时, 大家的眼神都看着我, 除了陈静, 其他人的眼神都有些紧张。 是啊, 做记者, 笔杆子就是武器, 进入电脑时代, 电脑就是最新式的武器, 谁不想用上最好的电脑呢? 这一会儿, 我的心里暗暗高兴, 我不管刘飞是有意 还是无意给我出难题, 我的心里都已经拿定了主意。 这正是我实践我在中层干部会上发言所讲的, 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的机会, 也是我能保住我的旧电脑的机会。 这个问题好办哪, 我直接了当地说道, 我的不换, 这七台电脑配给大家用吧。 同事们的神情都缓和了下来, 陈静却是说话了, 不行, 哪能这样啊, 太不像话了, 哪里有让领导用破电脑的道理, 语情语理都说不通, 这样吧, 我用旧电脑, 给江主任和大家换新电脑吧。 我也听急了, 看着陈静, 不可以, 服从安排, 你们天天都采访, 写稿也多, 用新电脑对提高工作效率帮助很大, 我现在出去的少, 写稿也少, 那台旧电脑凑合着用就行了, 好了, 就这么着, 安装嘛。 我拍板了, 陈静也只好同意, 然后工作人员开始安装电脑, 陈静一转身,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处理手头的稿件, 快到中午的时候, 陈静气喘吁吁地推门进来, 神色通红。 怎么了? 我看着陈静气愤得眼神愤的, 陈静一把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一屁股坐在我跟前的沙发上, 气死了, 这个狗屁刘飞。 怎么了, 别胡说, 让人听见了不好。 我刚才去打听了, 什么电脑不够用啊? 什么总编室来了个新编辑, 狗屁? 陈静气呼呼地说道, 马书记明确安排说, 这次换的新电脑, 全部给编才不使用, 行政和后勤的先不换, 把淘汰的电脑给他们用, 结果呢, 本来该属于我们办公室的那台电脑, 就被刘飞八戒狗屁领导了, 送给梅灵了, 梅灵办公室安了新电脑, 总编室的新编辑啊, 还没来报道呢。 我明白了, 原来如此啊, 我猜想刘飞这么做, 是有两个用意, 一个当然是八戒梅灵, 另一个呢, 也想给我出一个小小的难题, 看我如何处理, 看我能否真的做到, 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 何况, 刘飞把新电脑给了梅灵, 报社谁也说不出来什么, 也就陈静什么都敢说。 我知道, 梅灵平时不敢把陈静怎么样, 毕竟陈静的爸爸是人事局的副局长, 位置在那里摆着呢, 虽然梅灵很可能会知道陈静对她的不满, 却也不愿意去惹她。 梅灵虽然嚣张, 在某些事情上还是有数的。 算了, 这个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我这台电脑还是可以用的吗? 我小呵呵地说道, 这台电脑是咱们两任主任用过的, 特别是柳岳主任用过的, 我这第三任接着用, 有感情啊。 什么两任电脑用过的呀? 柳岳主任用的那台, 换了快一年了。 我一听呆, 什么? 这不是原来柳主任用的那台吗? 废话! 你刚下去扶贫不久, 那台电脑就坏了, 办公室又给刘飞换了一台, 和原来的那台一模一样。 陈静说着, 我的心里杀势兵了, 我自作都请了这么久, 原来这不是柳岳的那台电脑, 原来这是刘飞用过的电脑啊。 这台电脑也不好用, 老是死机。 陈静继续抱不平。 凭什么呀? 就凭他是个政科级的社长助理? 哼, 连打字都不会, 还是摸狗样的配电脑, 电脑对他来说, 就是打扑克的游戏机, 可笑啊可笑, 悲哀啊悲哀。 我连忙制止了陈静不要再说了, 虽然我知道陈静说得很有道理, 报社梅林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一个, 马书记就受当其冲, 他的办公室的电脑也是一个摆设, 马书记也是不会打字, 平时电脑基本上开都不开, 不过在拍工作照出去宣传的时候, 马书记都会很深沉地守护着鼠标, 眼睛看着电脑屏幕, 仿佛是个电脑专家。 现如今这样的大小领导实在是不在少数, 其实在这点上, 我蛮佩服杨哥的, 这么大的一个领导, 这么繁忙的工作, 四十多岁的人了, 硬是学会了电脑打字, 虽然不是无比, 是拼音, 但是也确实难能可贵。 据我所知, 杨哥是市职单位里, 唯一会打字的县级领导, 而所有的县级领导办公桌前都会有一台电脑, 而且是当时最先进的电脑。 在电脑还不普及的九十年代初, 看着电脑不会打字的人大有人在, 即使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单位大领导守着最先进的电脑不会打字的也不在少数, 电脑对他们来说是游戏和消遣的一个工具。 陈静在那里大呼可笑和悲哀, 我有同感, 只是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可笑, 是谁的悲哀。 哼, 不会打字的守着新电脑当板上, 急需做业务的守着破电脑出苦力, 刘飞大主任可真会讲政治, 真会服务领导, 这个世道没真事了, 陈静气纷纷地嘟囔着就出去了, 陈静出去之后, 我坐在办公桌前, 看着这台旧电脑, 心里很是傲藏, 自走多情这么久, 原来是他忘得刘飞用过的电脑, 顿时我对这台电脑没有了兴趣, 越看越是不顺眼, 伸手就朝着显示器的顶盖砸了一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